為什麼我會有四張就是拍錢包信用卡 這個非常的特別 就是說這個拍的 拍錢包APP的這個行銷小組 他們就找我 就詢問我做沒有合作的可能性 那之前大概是兩個月前的事情 那後來我在過年前我都問他說 其實我都沒有拿到這四張卡片 可不可以請你們就是借一樣卡給我 然後結果他就一口氣就答應說 好啊 那就借我 所以我就非常的開心 就一次就拿到這四張 那其實一般人大概只能夠最多拿到兩張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拍卡其實是還蠻漂亮的 對 我個人覺得最多人辦的應該是這一張 對 然後他背後就有寫BOID 就代表說這是他們的樣卡 這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第一張 那第二張的話是這個白色 那麼看就是在光線的反射之下 你可以看到那個線條是一直都有的 他這張其實做的真的蠻漂亮的 所以如果您自己本身是還沒申辦 拍錢包信用卡 你可以利用這個集位來看一下說 到底要選哪一張卡片這樣子 對 好 那個 I must stand 請問我們也可以申請四張 其實我沒有申請四張 我一樣只有一張而已 他這個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行銷小組 借我這個樣卡 所以我才有辦法就是拍這個 就是3D旋轉組給大家看 所以你真的看說 其實他的做工其實是蠻細緻 尤其是黑色這張卡片有沒有發現 他那個他那個反光的地方 其實他那個線條是有做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使用霧面的質感 所以這張卡片真的是 我會想辦的話第一張是藍色 第二張就是這一張 最後就是粉紅色 就是非常的就是那個女生會喜歡 你可以看一下 對他這個 他是沒有那個所謂的 那個凸面的那個拍沒有凸面的印出來 但是其實也是蠻美的 所以如果是女性讀者的話 其實你也蠻適合拿這張卡片來使用 都不錯 對 好 那個劉秋 阿翔小姐 我以為要一次猜兩個No.3的很行 很難 很No.3的銀行 其實沒有啦 我就是送 基本上都是跟大家好玩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有猜中第三名跟第四名 因為他們是同分嘛 所以我就會送兩個100塊出去這樣子 那就是大家就是有機會來玩 反正基本上這個花的錢本來就是一定要花 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 這四張卡片真的是不錯 那現在寶可夢有在辦一個活動 就是說看你是哪一個戰盾 就歡迎你一起來就是來投稿 就在我的那個指定貼文下面 只要曬曬你自己的牌錢包信用卡 那你就有機會再多拿一杯咖啡走 我這次總共會送出20杯 比如說很簡單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黑色的好了 那你要不要再加辦一張藍色 那你黑色跟藍色就有各多一次的抽獎機會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說其實平均而言 這一張是最多人辦的 所以如果你有用這張卡片來做那個就是 加入戰隊的動作的話 基本上你中獎機率很高 因為我現在也沒有20個人分享 沒有很多 所以說基本上 你只要來參與這個活動 拍照上傳 take兩個朋友這麼簡單 你就有機會拿到一杯咖啡 這就是基本上就是Savis大放送 對